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文艺复兴的 关于达芬奇的这样的一个课堂 上一堂课我们是给大家介绍的 达芬奇的科学成就为主 我们是以达芬奇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身份 然后让大家了解了一下 他惊人的天才的 简直像外星人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科学成就 好 下面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达芬奇他作为画家来说 他最有名的几幅作品 比方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了著名的 Mona Lisa画像 然后当然了他还有另外一幅 最著名的其实是壁画作品 不是油画 就是最后的晚餐 好 就是我们下面 所看到的这幅作品 好 当这幅作品一放出来的时候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画面 你是不是觉得一点都不清晰 很模糊 你试图努力地想去辨识这个画作上的 每一个人的面部 五官以及表情 可是呢 你就会发现你怎么看 就是这样的模糊 不清 好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幅作品呢 的的的确确 因为呢 它是一幅壁画作品 那么这幅就是画在墙上的 叫壁画 所以它不是油画作品 所以这样呢 就导致呢 在这个画在墙上的这幅画作 经历了500多年的岁月 因为我们看到它是1495年所画的 所以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么对这幅画的损害 其实500年里面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这幅画呢 是经历过艰难的修复过程 好 那么首先看 在500年里这幅画作 它经历了什么 首先呢 达芬奇接受的这幅画呢 其实不是达芬奇有意而为之 是他接受的一个定见 也就是这里呢 其实是最后的晚餐呢 它是画在米兰圣玛利亚修道院的 而且呢 它不是画在修道院的 那个主厅的里面 是画在修道院旁边的一个食堂 所以说他因为这幅画作 是画在食堂的 所以说呢 最后的选择的主题 就叫做最后的晚餐 大家看一下一个 大家都在吃饭的 一个聚餐的一个场景 然后画在食堂 你是不是觉得很应景 对不对 非常的应景 一点都不违和 好 那么当初呢 达芬奇是接受了这个定见 可是我们上一堂课讲到 达芬奇其实就是个科学家 他其实在做科学研究 包括在做解剖啊 这样的一些 一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他接受了 这个画作的 这样一个任务的时候 他首先没有开始画画 他首先是去研究了 这个壁画的 颜料的材料 因为那个时候的艺术家 他们基本上都是 自己研制和调配 这样一个颜料配方 来用到他们的画作当中 所以达芬奇马上就去做科学实验了 他马上就去研究不同的壁画的颜料配方等等 好 然后呢 他就实验了很多的新配方 结果呢 这幅画呢 因为画的时间太长 有四年的时间 所以说呢 到达芬奇最开始画的时候 和到四年以后 快要画结束的时候 那么他第一年最早画的地方 其实就开始剥落 那么那么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剥落的话 就证明他的颜料配方 其实是有问题的 可是呢 对于达芬奇来说 他根本就不在意 然后他觉得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也在不断地变化 这个颜料的配方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实验精神 而且达芬奇呢 实际上最有名的是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在他应该是晚年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完成一件作品 也就是说他做的任何的一个 包括绘画作品 然后包括这个科学的研究 他因为他没有一个是完全能够去实现的 在当时的这样一个宗教的统治之下 你们本身就有很多的反动思想 然后加上他的实验精神 他是不断地在探索 所以对他来说永远都没有终点 所以这样呢 在他最后发现这个颜料配方有问题的时候 对他来说 这个过程他已经经历了 实验的过程最重要 所以说他并没有试图再去调新的配方 再重新画最开始已经开始剥落的地方 导致这幅画做好没几年就开始有脱落的现象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耶稣基督的脚明显的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这幅画画好以后呢 修道院准备在这个食堂的这个墙壁 这个地方开一道门 然后就开了一道门 结果因为开这道门 就把耶稣基督的脚割掉了 结果呢 后来发现这幅画太有名 太多人都慕名而来 要专门来看达芬奇的这样一个画作 后来觉得这个画太重要了 好 然后就把这个墙 这个门又封上了 可是封上以后呢 没有人可以来补全耶稣基督的脚 所以这个地方就被空缺了 所以这个明显的缺陷就已经摆在这里 没有办法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然后之后在拿破仑的军队 打到意大利的弥兰的时候 这个房间就是这个食堂 被拿破仑的士兵用来当养马棚 用来养马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如果养马是不是臭气熏天 然后它的温度湿度等等 都会对这个房间造成很大的破坏 而最大的破坏其实还是人 也就是拿破仑的士兵当时在休闲的时候 他们甚至为了练自己的那个靶子准不准 然后他们就把这幅画当作靶子 然后他们再来扔石头 他说好 我想扔谁 我想扔哪个使徒 然后那个人就成了靶子 然后他们就扔石头 看能不能扔准 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过程 对这幅画的损坏会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么最大的损坏呢 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我们看下面的两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我在资料里面所发现的 也是在二战期间 这个教堂 这个圣马利亚教堂 以及旁边的食堂 已经被炸毁的差不多了 主体建筑虽然保留 可是墙壁损坏非常非常大 然后我们看这张照片 在这张照片里 我们看到有木板 木条定住的 在保护的这一面墙 这一面墙就是 最后的晚餐的所在地 也就幸亏当时有这样的一层保护 不然这面墙可能就会坍塌 然后上面的颜料等等 可能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画面 就会更少 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保护支撑 使得这一幅壁画 在这面墙至少还是保留了下来 并没有坍塌 如果说这一面墙坍塌 这一幅画是没有办法修复的 那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去看到 最后晚餐的一字 所以大家看 从这两张照片来看 就已经对这个整个的损坏 是特别特别大了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这一幅画作 它的破坏呢 尤其严重 刚才我们说 它经历了艰难的修复 然后它的修复过程呢 经历了很多次 然后现在的这一个状态呢 应该大概是在1999年 它重新对世人开放 然后在这个画作上呢 也进行了 就是尽可能地保留原貌的情况下去 进行这样的一个修复工作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 稍微清晰 然后颜色也较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版本 所以你们现在如果说到这个 米兰的这样一个圣马利亚修道院 基本上看到的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状态 好 然后下面这幅画作呢 它之所以为什么那么有名 我们来探讨一下 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 我们先看这一段话 它说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美和善 与集中在叛徒犹大身上的 丑与恶的冲突和对比 同时展示出其他不同年龄 身份性格的人物 在这场冲突的各种情感和思想的变化 好 我们首先看看 他们在面临一个什么冲突 这里面讲的冲突是什么 因为这幅作品呢 它描绘的是圣经故事当中的一个场景 什么场景呢 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知道自己第二天会被抓 会被钉上十字架 然后在这样的头一天的晚上 他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就共进晚餐 其实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知道这个结果 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显得非常非常的平静 那么在圣经当中呢 记载这个故事 最后的晚餐有两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 在吃饭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手一摊 很平静地说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出卖了我 然后说到这个话以后 他非常平静 没有在这一句之后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可是这一句话呢 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丢了一块石头 然后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就开始炸裂了 然后大家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们要把他揪出来 然后有的人呢就说 那你告诉我 他是谁 我要找他理论 然后有的人呢就在扪心自问 或者表白 这绝对不是我 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每一个门徒呢 都因着他自己各自的性格 来有不同的反应 好 这是一个从这个文学 或者说一个故事的发展 这个戏剧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戏剧冲突最高潮的这样一个地方 就是冲突最大的一个就是门徒们的紧张 议论与耶稣基督的平静 然后还加上耶稣基督的平静更多的在称音着出卖他的那个人 有大的不平静 或者他的内心的丑恶 或者是等等 好 这是其中一个场景 紧接着 耶稣基督就拿起了一杯葡萄酒 他就把他祝福了 然后对他的这个门徒们说 好 这是我的血 你们把它喝了吧 好 紧接着又拿起了面包 然后也祝福了 然后也分给了他的门徒说 这是我的肉 你们把它吃了吧 好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从宣扬基督教教义的情况下 就是宣扬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话 那么后面这个场景 耶稣基督把葡萄酒和面包祝福以后奉献给人类 就相当于我的血 我的肉 我全部都分给你了 我全部给了所有 给了人间 那么就是把我整个自己奉献给你们 实际上这个是最能体现耶稣基督的善良和伟大 这应该是从宣扬基督教来说 这个场景可能更适合 但是呢 达芬奇没有选择这个场景 他选择的是前一个 也就是耶稣基督说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出卖了我 为什么呢 因为达芬奇我们刚才说 走到文艺复兴这个时候 实际上呢 基督教人们已经开始 虽然他们不敢明着说去怀疑基督教 可是呢 人们对内心里 对基督教的信仰已经没有那么虔诚了 而且呢 我们之前在上一堂课讲到中世纪 后来的这个歌特教堂的时候我们就说到 那么歌特教堂建的如此的辉煌 然后里面的彩色玻璃窗如此的绚烂 那么为什么会发明彩色玻璃窗的这样一个设计 也是因为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呢不是那么的盛行了 人们对基督教没有那么虔诚了 然后呢 这个许杰长老就设计了非常美丽的花窗形象 然后把基督教的教堂建的如此的这样一个辉煌 金碧辉煌 富丽的光线在这个教堂里面 然后以此用美来吸引人们 所以说基督教在这一千年当中 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手段来吸引人们去信仰他 但是呢 最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他还是逐步逐步的从人们的心目当中的那个地位 在退步 在淡化 所以说达芬奇在这里 他根本就不是想宣扬基督教 因为这是唯一复兴时期 这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时髦了 他更多的达芬奇就想宣扬的是 这样的一个矛盾和激烈的冲突 还有上一堂课我们讲现代歌特的时候 我们讲到人类心的很多的黑暗和恐惧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人类在经常会有冲突 然后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个就是上帝和魔鬼的冲突 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的时候 我说上帝和魔鬼的冲突其实它是隐喻 它隐喻的是人类心里光明和黑暗的冲突 也就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面临的选择两难 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事情做还是不做 我现在起床还是不起床 我今天要吃什么 然后我现在我要选择哪一件衣服去穿 我要不要选择和这个人交往 我要不要选择和这个人做朋友 或者我要不要选择这一份工作 然后甚至还有我要不要离婚 我还是要结婚 所以说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人其实内在是有很多的矛盾冲突 每一天小的冲突 然后到大的人生路上的选择 其实我们就在一个不断的冲突的过程当中 可能我们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所以说达芬奇在这里上表现的是一个美和善 以及这样一个丑和恶 这样一个内心的强烈的冲突对比 而且如果说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可能很容易站在一个正确和错误的这样一个对立面 比方说我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善 好那么犹大我们看一下他 大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是犹大 好那么犹大呢他就是一个绝对是恶 因为他是叛徒 他出卖了耶稣基督 可是呢我在有一些包括基督教教 以后我在解释一些关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说 因为犹大呢在这之前 他一直就劝说耶稣基督出来当王 他要出来当领袖 可是耶稣基督他只愿意传教 他说我不愿意来治理国家 我不要当王 我不要当君主 然后他知道人当 因为人性里面其实是有很多 也许你可能站在那个权力的位置的时候 你内心的状态的变化或者等等 这个耶稣基督非常清楚 所以他说我不愿意这样做 结果呢也有一种说法说 犹大就是用出卖耶稣基督的方式 来逼着耶稣基督来自己当王 自己掌权 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神 他觉得耶稣基督不会让自己死 结果呢其实呢 却另外又促成了 因为耶稣基督他说我知道我是神 所以说我就要用我现在这样的一个 就像是舍身取义 我明天我就钉上十字架 但是七天以后我就复活给你们看一看 让你们来相信我 看你们是相信我还是相信别人 你们到底还信不信基督教 所以说他在以身试法 然后他再来表现这样的一个 人们对死 我们包括赛尼堂可以讲到 我们说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是对死亡的恐惧 那么耶稣基督说死亡有什么可怕 我被钉上十字架以后七天就能复活 你们还要害怕死亡吗 所以大家去看这个里面 所以他传达了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一些讯息在里面 这才是达芬奇所要探索的 在人性当中的这一面 好 所以说我们说达芬奇所选择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角度呢 应该来说是更符合于当时 我们在人的内心里面 不断在挣扎 在拷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幅画作当中呢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 达芬奇在接受这个定见以后啊 他去研究了在圣经里面 所描述的每一个 这个使徒的性格特征 因为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 是他招来的 那么这十二个门徒 他们有的是渔夫 有的是收税官 那么总之呢 都是属于在社会中下阶层的 甚至是贫穷的 这样的一些人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其实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 没有太多知识文化 可是他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 并且去传播基督教 所以呢 达芬奇就研究了这些人 他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 他想这个人是活泼的 还是外相的 还是内相的性格 那么当这个人 他听到耶稣基督说那句话的时候 他应该怎么反应 他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他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达芬奇就研究了所有这些人 然后他画了很多的草稿 这是其中我们看到的 他的草图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说达芬奇 他像心理学家一样 探索人的内心 所以这才是他要表现的 所以在这幅作品里面 他不再像过去的基督教 所要求的艺术家 所有的这种神像绘画 都只能表现好像穆纳纳的呆板的人 因为每个人在神的面前 是不能有个性的 可是达芬奇想 每个人都是鲜活的 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特征的 而且每个人的个性 都值得人们尊重 所以他在探索这些东西 在表达这一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幅作品虽然画的是圣经题材 但其实表现的内容 已经超越了圣经题材的故事 好 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 比方说分别有西门 达太 马太 这是他十二个门徒的 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门徒 好 然后关于他们的这个名字 其实我查了一些很多资料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版本 然后有些是因为翻译的不同 所以这个其实它会有几种说法 有几种说法 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在 有些资料上看到 我们标的门徒的名字 也许不完全一样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 似乎有几个不同版本 会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好 我想让大家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就是犹大 因为犹大呢 他甚至拿着出卖了 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钱 他的手上就拿着那个钱币 所以有的人说 犹大其实都没有想到 他的出卖 结果真的让耶稣基督 被钉上了十字架 但是呢 之后的效果呢 人们就更加信仰耶稣基督了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犹大的恶到底是不是恶 所以有时候很难说清楚 好 然后这里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只手 拿着匕首 伸出了一只手 拿着匕首 可是你看看 这只手属于谁 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 很多人认为呢 这只匕首呢 是属于彼得的 认为它属于彼得 可是大家看一下 彼得有一只手 甚至伸到前面来 甚至伸到前面 然后呢 他的另外一只手 你会觉得好像不对 对不对 你会觉得这只手 他属于彼得 好像他的两个手的位置 也是不对的 而且长度也不对 好 那么你如果属于尤大 肯定不可能 因为尤大是这样一个方向 好 属于约翰 你觉得也不对 因为约翰在这里 他的手不可能伸这么长 所以这只手到底是谁的 然后也不太可能 是后面的人 巴勒多迈和肖雅各 所以这只手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要说的是 这是多出来的一只手 而且它其实也有些寓意 因为这只手在尤大的背后 是不是认为尤大在背后捅了刀子 所以最后他也会被别人捅刀子呢 我们不太清楚 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 这个地方留给大家去想一想 这个手的问题 好 所以在这幅画作呢 我们说它暗喻了人世间的善恶斗争 其实我觉得说人世间的善恶斗争 它其实有点大 我其实更愿意把它说得小一点 我更愿意让我们每一位 观赏这幅画的同学 我们可以落到我们自己的内心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你在每一天和每一段时间 和你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 你自己的可能内心的挣扎呀 善与恶的斗争啊 或是等等啊 我觉得这些可能 我们的生活可能更密切吧 联系更紧密一些 好 这幅画作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我们看一下啊 有这样一句话 它说科学以艺术成了婚 而哲学又在这种完美的结合上 留下了亲吻 其实包括我刚才所讲的 不管从绘画的角度 或者说人物内心心理的表达 我们说这些呢 都可能是属于这个艺术 或者是哲学的层面 可是科学和这幅画有什么联系呢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 我前面介绍了关于这个绘画颜料的 这样的一个配方组合 好 那姑且可以算啊 但是那个还不够科学 还不够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科学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层面 那么下面呢 我要给大家看的是 在这幅画上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透视技法 好 所谓透视技法是 我们看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画面 是不是都是平面的 就是它是一个二维 只有一个长和宽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说这个就叫做二维平面 可是呢 我们现在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你觉得是不是有立体感 因为它有空间感 你会觉得 这有一个桌子的深度 然后有人 然后大家围着这个桌子 它是一个有立体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感 然后包括后面有窗户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窗户呢 因为透视的 对我们现在来说 是一个很浅显的一个透视的理论 就是近大远小 造成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窗户脸线 它有一个倾斜的 它是一个斜线 那么这个斜线 我们会知道 在实际的这个房间 它其实是平线 是平行线 可是我们在绘画当中 把它表现成斜线 然后包括天花板的斜线 然后当我们这样来表现的时候 那么这就是一个 具有一个新点透视 也叫做一点透视的 这样的一个 把透视运用到这个画面当中的 这样一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就会造成一个 在二维平面上 有一个三维的空间效果 制造了一个三维的空间效果 好 从这个角度来说 达芬奇是不是最早的 做虚拟现实的这个人呢 当然呢 透视技法运用到绘画当中 并不是达芬奇第一人 其实应该是在文艺复兴早期的时候 一个叫做乔托的画家 他最早把透视的方法 用到了绘画 但是呢 但是呢 乔托呢 因为他的这个 可以说是科学方面 或者数学方面的研究 绝对比不上达芬奇 而且呢 但或者也是说 在乔托早期运用了 这个画以后 这个透视技法慢慢地演变 慢慢地精准 就是我们的画面呢 越来越精确 越来越精确 最后这个画面 就会好像照片 照了一个瞬间 然后把它放大到了 这样一个画面上 但是其实它是画出来的 好 所以说 但是达芬奇呢 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科学家 他非常的严谨 所以这样呢 他就把精准的透视技法 运用到了这一个画面上 所以造成了 在这个二维平面上的 一个极为必争的 三维立体空间 然后他设计了一个 所有的最后这个中心 这个透视点 全部集中到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 也是成为画面的视觉中心 所以这样使得 这个画面的构图呢 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 但是同时呢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是 因为我现在说的这个透视技法 我们只要了解了 近大远小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 小学生都能画出 这样的透视线 对吧 可是有一点 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达芬奇是历史上 第一个这么做的 就是我们看下面一张图 好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这幅画作 在这个墙壁上的 一个实景图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说画面上 是不是有这样一些透视线 这样一些窗户的连线 以及天花板的连线 可是呢 我们看 这个房间 它旁边是不是还有线 大家看 特别说到这边就很清楚 这是这个 实际的这张 这个食堂的墙壁 就这一面墙 和这个画作垂直的 旁边的这一面墙 它的上面的一些 天花板 以及装饰线的 这样的一些线条 可是这些线条 它完全可以延伸到画面上 所以它和这个画面的透视线 和这个房间的整个的透视线 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使得这幅画作 它是一个 可以起到一个扩张的作用 什么扩张作用呢 好 我们再看一张图 好 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景深更深 假设你站到这个画面 这个往前面站一点 站到这个画面的中间 如果你站在这个房间的中间的话 你会看到 这个房间就被扩大了 等于原来这个房间最远的 这面墙是在这里的 可是呢 因为这幅画 它的透视线 完全符合于这个房间的 整个的透视的感觉 所以就使得这个房间 你感觉上去有一个虚幻效果 这个房间最远的那面墙 便到了耶稣基督后面的这面墙上 到这里来了 而不在这面墙上 所以它扩大了我们视觉上的 这样一个房间的面积 这一点实在是当时 这是达芬奇玩的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把戏 达芬奇其实很有意思的是 甚至在当时有一些社交场合 因为他的思想其实太惊人 太深邃 没有人 任何人可以和达芬奇去沟通 包括当时人们所高谈 扩论的一些什么宗教 什么神秘现象等等 对于达芬奇来说 就在他的研究里面 完全超越那个时代 没有人是可以和他对话的 据说在那种交际场所 或者一些party的场合 达芬奇最后就不说话 然后他就变了一个魔术 然后就走了 然后他的魔术也会变得很惊人 他绝对不会变小颗的魔术 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 人们甚至认为达芬奇是巫师 他是巫师 然后在这幅画作当中 他也确实他骗了所有人的眼睛 然后创造了这样一个奇幻的世界 所以我们说达芬奇是最早创立的 这样一个虚拟现实的这位画家 好 我们看最后一幅作品 最后的晚餐的题材 其实在达芬奇之前 以及达芬奇之后 都有艺术家来做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最有名的 仍然是达芬奇的那一幅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丁托列托的这一幅 丁托列托的这一幅是在1592年做的 然后大概是在最后的晚餐的 画好以后的100年 就是他100年之后的一幅作品 然后丁托列托的最后晚餐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热闹 天上有天使 然后这里呢 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也围坐在一起 但是我们几乎分不清谁是谁 我们很难辨识 然后呢甚至在除他们之外 我们看到还有其他很多人 然后这幅画作呢 当时画好以后 因为画面太热了 或者说显得太低俗 因为这里面明显的大家都在喝酒 甚至有些都喝醉了 然后姿态也不够美观 所以这幅画呢 当时就受到教会的批评 结果呢 丁托列托非常有意思的回答 他说 这是最后的晚餐啊 这就是最后的party 不喝酒怎么行呢 不醉倒那么一两个怎么行呢 难道最后的晚餐大家都不作声 然后在那哭泣吗 他说这就是因为最后一餐 所以大家都要欢聚啊 我们想一想 我们说要毕业了 然后我们这个组织要解散了 然后我们要最后吃一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喝嗨一点 是不是啊 好 所以丁托列托说 这就是符合实情的呀 对 丁托列托说的这个场景 是符合当时大多数老百姓的事情 所以大家会发现 过了一百年以后 这个组画的世俗性 就它从宗教的神学的 然后虽然说我们题材还是宗教的 可是呢 内容已经用了一些很活泼 很欢快的 更贴近人们生活的方式 去表现同样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丁托列托的这幅作品 绝对是进一步 但是呢 只是你把它放着和达芬奇的相比 因为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之下 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非常有意思 然后到我们近代呢 甚至还有达利呀等等野人 等等画家呢 他们也画了最后的晚餐 有很多幅 然后有兴趣的同学呢 你们可以自己去找来 来看一下 好 今天这一堂课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的 最后的晚餐 然后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介绍达芬奇另一幅作品 最有名的莫娜丽莎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大家